台湾生态学校三周年成果分享会及认证表扬活动 30号上楼时在细节的从德国小举行 环保署是邀请了美国在台协会及外交部官员出席参加 包括了全国178所的生态学校也都有派人来参与 会中是表扬了三年来获得认证的三所绿旗学校 37所的银牌学校还有76所的铜牌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生态学校有成的从德国小 也将最引以为傲的萤火虫富裕 好水铺满等生态成果与来宾们进行交流分享 台美生态学校伙伴计划目的在于推动生态学校 及加强台美环境教育合作 将师生们在校园推动节能减碳环境永续的力量推广到社区 也希望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 让环境教育往下扎根与国际接轨 而以生态教育为特色的从德国小 当然不能缺席 再加上这几年成果不错 也成为今年台美生态学校三周年成果 分享会及认证表扬活动的场地 尤其是我们的营火虫 更是文明全国 除了重视环境的营造之外呢 学校在校园内也建置了水铺满 以及太阳能板这样的节能设施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获得行政院永续发展奖的特优 也获得教育部十大经典特色学校 更获得我们环保署国家教育奖的特优 已经跟美国有成合由于85所学校成为的姐妹校 那这些姐妹校大家也持续在交流 那另外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已经 整个台湾就超过170所学校参与了这样的台美生态学校的一个注册 那另外目前认证学校也超过了100所 那我们今天特别要针对得到铜牌银牌还有绿棋等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办法讲座跟讲牌给这些学校 当天包括全国178所生态学校都派代表参加 地方里长也一起来参与这项盛事 会中也表扬了三年来获得认证的三所绿棋学校 37所银牌学校以及76所铜牌学校 其中从德国校是拿下了银牌奖 也希望未来继续努力拿下最高荣誉成为绿棋学校 这样的一个殊荣呢 我觉得是我们全校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家长以及所有的学生 大家所努力的成果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 我们未来在努力的目标 就是获得我们台美生态学校绿棋这样的一个认证 绿棋的认证算是这样的一个计划最高等级的一个认证 这么多贵宾来到从德国校身为地主也热情接待 一直以来发展生态校园 也将引以为傲的萤火虫富裕 生态池水铺满和大家交流 并且由学生担任导览员 学生们也乐于和大家分享最喜欢的生态校园角落 还蛮喜欢的 喜欢 这样别人可以知道更多的知识 就是可以让别人知道说我们在这里学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生态很值得介绍 所以还蛮喜欢的 萤火虫的国小并不多 所以我们才想我们才喜欢我们才觉得这有特色 我觉得萤火虫它其实还蛮值得注意的 因为它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觉得学校有这样子的生态 可以养萤火虫我觉得很高兴 为了庆祝三年来丰硕的成果 会场上是展示了各校推动成果 环保署也公开表扬所有获得认证的学校 也感谢投入这项计划的学校对环境教育的贡献 这场惠灵 希致采访报道